欢迎来到养生说频道 每天分享健康知识 请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最新内容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想吃出肾病来 这些伤肾的东西能避免就避免 保肾要从日常做起 肾脏的基本功能 如生成尿液 调节血压 清除体内代谢产物 维持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等 保证了人体内环境稳定 新陈代谢正常运行 可谓是我们体内重要的器官 但它同时也异常地脆弱 会受到饮食 药物 感染 遗传 脱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所以 如果不想吃出肾病来 那么 三类伤肾的东西一定要注意 能避免就避免 而它们分别是 第一 含盐量较高的东西 生活中经常见到的咸菜 咸鸭蛋 咸鱼 腊肉等食品和食盐 酱油 蚝油 味精等调味品 都属于含盐量比较多的东西 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 而是出于肾脏 身体健康考虑 还是尽量少吃为好 原因在于 盐的主要成分是钠离子 钠能够参与水的代谢 帮助血压 肌肉与神经正常运作 体内缺钠会导致生长迟缓 心肌适睡 血糖下降 但这并不代表 钠摄入越多越好 当钠摄入过多时 多余的钠需要经过肾脏排出体外 而肾脏对钠的代谢有一定的限度 超过可代谢的范围 就会对肾脏造成影响 甚至损伤 引起钠堆积 水肿 高血压 不利于身体健康等 无论是水纳猪瘤 还是高血压 都会给肾脏带来压迫 加重肾脏负担 长期摄入含颜量较高的东西 即会引发肾衰竭 第二 含票令量较高的食物 如今物资丰足 不愁吃喝 大鱼大肉 人们想吃就吃 却不知这些荤食正是票令的主要来源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票令为我们体内必须的能量物质 适当存在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活 但猪肝 鸭肝 鸭肝 猪大肠 鸭肠 鸡肝 肉汤 龙虾等 富含票令成分的食物不适合多吃 鸭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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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票令代谢的重要器官 票令在人体内会被代谢成尿酸 如果喜欢并经常吃高票令食物 那么 尿酸含量增加 排泄障碍后 就容易引发高尿酸血症 痛风等相关疾病 在肾脏代谢过多尿酸的过程中 容易因为压力大而损伤肾小球 产生肾病 严重时会进展到肾衰竭阶段 第三 某些伤肝又伤肾的药物 是药三分毒 而大部分药物都是经我们的肝脏代谢 经肾脏排泄 长期下来 药物的毒性明显伤害肝脏症 和肾脏 造成肝肾功能衰竭的严重后果 所以 生病时 务必要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 切记擅自用药 以免用到对肾脏伤害特别大的药物 反而不利于身体尽快恢复 总而言之 保护肾脏从日常做起 少吃那些重口味 刺激性的食物 多吃清淡易消化 以及黑芝麻 桑肾 核桃 山药等对肾脏有好处的食物 同时 多喝水 琴排尿 正确按摩要不等 也属于不错的护肾措施 建议重视起来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这影片对您有所帮助 也希望您也可以帮助我 点赞和分享给您的朋友 他们会感谢你无私的关怀窝 有缘我们下一期见